首先打开这个编程软件,PALMU 然后右键,把这个世界周标系隐藏 然后输入模型文件 输入模型 选择你要加工的模型,导入 然后显示阴影 显示阴影把它这个颜色给它显示出来 把线框去掉 然后多余的桌标系,右键给它删除 好,现在模型导入了以后 第一步 首先建立毛P 打开毛P选项 计算 接受 第二步,然后通过毛P建立桌标系 用户桌标系右键 然后产生并定向用户桌标系 然后使用毛P定位 然后一般的话是定到这个弓箭的表面 然后四面居中的位置 然后把用户桌标系右键激活 激活了以后 然后把桌标系给它 把方向给它摆正 然后把它摆到和机器也是同同样的这个方向 然后右键用户桌标系编辑 然后首先 这种情况下 就首先绕X轴转动 把Z轴转到上面来 然后 绕X轴转动180度 然后 如果说 咱是这个 这个 这个样子 放那个板的话 在机器上面 然后然后Z轴 再旋转一下 旋转个180度 外轴转到后面 然后 确定 然后这个桌标系就建好了 好 加好桌标系以后 把毛P重新生成一下 计算 啊 然后 复制一个 这是咱的 这个加工桌标系 然后复制一个线界桌标系 然后把这个线界桌标系 然后开始走旋转-90度 确定 好 把桌标系建完了 然后选择加工策略 进加工 啊 然后轮廓进加工 首先用户桌标系 啊 没错 就用在那一号的桌标系 然后毛P已经建立完成了 然后刀具 刀具 嗯 这个就根据实际情况 然后一般人用端洗刀 然后 直径的话是8毫米的吧 比方说 长度随意 长度多少都可以 然后 机床线界和毛P缺销 不需要 然后轮廓进加工 然后 镜像偏制的话 是它的 嗯 补长 就是 整体放大或缩小 然后 底部位置的话 是驱动曲线一般 然后 然后轴向偏制的 然后轴向偏制的话 就是它的 一般就是 下声的深度 轴向 深度 然后一般 就比你的板厚个 嗯 四五毫米就可以了 三十毫米 可以 过切检查点掉 切销方向一般是逆系 啊 然后点分布 输出类型的话 默认就可以 默认就可以 默认就可以一般 然后 刀轴 刀轴的话 需要旋转的话 就是前倾撤轻 方式的话 还有没有二零一二 然后 刀轴线界 刀轴线界以后 这里打开以后 它就有个刀轴线界了 方式的话 是移动刀轴 用户桌标系的话 第二 选择第二个 线界桌标系 然后 180度到360度 这是它的线界 线界位置 那咱可以显示一下 看一下啊 绿色的就是它的范围 旋转的范围 如果说这个图的话 咱可以投影一下 只有四周摆动 那个图 然后线界给它隐藏掉 然后快进移动 啊 这里直接计算就可以了 然后手动给它 稍微改大一点 默认的有点小 然后 移动和间隙 轴向间隙 就是它 嗯 在表面加工的时候 移动的高度 就是离这个工件多高 一般设个三公分吧 然后切入切磋 切入和切磋 需要的话就 就选上不需要的话 就不需要选 有很多种方式 然后再选择一个直的方式吧 长度的话一般比刀这个指键要长就可以了 然后角度的话90 一般是90度角 切磋的话一般不需要 然后连接 第一选择的话是曲面上 然后第二选择的话是略过一般 这种多次抬刀的这种 然后开始 是使用第一点安全高度 结束点是最后一点安全高度 然后就是进击和转速 转速不需要改 然后进击改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选择你要加工的工件 然后计算 好 这个路径就出来了 出来了以后 你看哪个哪个地方需要微调的 可以调一下 然后选择这个道具路径右键 编辑 然后有一个重排 就是选择它的加工顺序的 把这个最后一刀切割的放到最后 关掉 然后还有就是开始点的问题 右键 编辑 可以移动开始点 然后选择第二种方式 然后移动的你想就是让它下刀的位置 点一下就可以了 开始点可以变换的 然后确定 这个道具路径就做好了 然后 然后 右键 然后产生独立的NC程序 然后打开NC程序 右键 然后设置 输出文件 输出文件就是文件名称 然后 放到哪个位置 放到桌面上 保存 然后机床选项文件 选项是后处理 打开 打开以后 找到后处理 选择你的机器的后处理 直接写入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关闭 然后程序就输出了 然后开头的话 这一部分是多余的 删掉 4号 然后2号 开头加上你需要加的代码 T1 然后M3是走起 然后G211第一工位 好 然后保存一下就可以了 谢谢 谢谢 对 汪 对 优优独播一